在海南万宁神州半岛网红打卡点灯塔附近停电动车时遭停车场工作人员殴打 海南万宁市公安局5月3日通报称 经查明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某小区业主黎某某与停车场工作人员王某某、汉某某和副某某发生口角产生肢体冲突 王某某等三人殴打黎某某脸部致其受伤 经神讯王某某、汉某某和副某某对其殴打黎某某的违法事实 共认不畏 目前王某某、汉某某和副某某涉嫌殴打他人 北国安机关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出发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就是弄不好了 弄不好了怎么办呢 海南臭了名声了 我听到海南这样子报道 我就觉得 应该把那个自博的那个领导们换一批到海南去 自博烧烤这么火 其实自博烧烤火 有人认为自博就是 它由这个管理程式者变成服务程式者 就是这样角色的转变 那你海南为什么就弄不好呢 就是你还是管 甚至管和这个利益勾结的问题 你变成服务者 你就没有这些个问题了 把自博领导调到海南去